我们现在在西雅图 我们现在在西雅图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西雅图 不过这个地方是Simon工作了三年的地方 我觉得很多人知道派克市场应该是因为它里面有一间全世界第一家的星巴克 就是最老的星巴克 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派克市场其实是全美 现存最老的农村市场 它是因为在1906年的时候 美国的洋葱价格突然暴涨10倍 然后西雅图这边市民要求政府去开一个市场 让他们能从农民手里直接去买洋葱 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然后一年之后派克市场就建成了农民推着棚车来卖洋葱 然后就被西雅图的市民一抢而空了 从此就奠定了派克市场特别重要的一个地位 美国这个停车费是先付的 所以你要选预计游玩的时间 就选两到三小时 就是34.93 我现在仍然感觉很神奇 去年一直在国内逛好多很多农贸市场 也觉得非常有意思 没想到逛着逛着就逛到了国外 虽然西雅图人不怎么去派克市场 但若让他们知道你第一次来西雅图 那他们还是会问你 去过派克市场了没 派克市场当中于市民为生活斗争的精神 因此有许多人把派克市场称作西雅图的灵魂 这座超过一个世纪历史的市场 如今成为西雅图的icon 虽然更多的是游客 带人是我们这些匆匆过客 窥探西雅图生活的窗口 作为全美太平洋西北区最大的城市 美国的第四大港口 西雅图是与东亚的贸易门户 派克市场就坐落在码头附近 渡轮汽笛声时不时的传来 还有门口抛鱼的摊位和复古的招牌 都会让你觉得 哇 原来这就是西雅图 我才发现因为这门的地板上 全部都是这边住修下的名字 这种纪念方式还挺特别的 现在依然还能想起来在云南逛农贸市场那种开心 哦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佐治市的一个店 然后他们这里在做一个就是做新鲜的cheese 这家简单来说就是一家cheese的博物店 他就去买很多种类的cheese 然后会卖一些cheese的热食 好烫 今天真的好冷啊 我跟Simon从新加坡过来 其实一下飞机就傻了 我带了一箱衣服 就没两件能用呢 全是吊袋 还有短袖 所以我就一直在穿这个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热到烫手的奶酪三明治 烘焙店里的三文鱼面包 买好了 和浓厚的奶油葛肉汤 都是打开这座平均226天的雨城湿冷清晨的最佳方式 我做的很好喝 拍个司堂有三熟 一个是看抛鱼 第二个是看口香糖在墙上 感觉全西加坡香口椒都在这里 这地上应该是全部都是 我也不懂这是什么艺术 反正 第三个就是来排队 这家第一家星巴克 它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家 仍然沿用第一版logo的店铺 出版的棕色海妖徽标 从1971年星巴克成立 沿银至今 除了经典的出版汇标 店里还有一只出镜率很高的小猪 饱了半天 它是派克市场基金会的标志 三文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第一次来 它绝对不会在这里排队 不过这就是旅行嘛 在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来杯咖啡 给这趟派克市场三熟画上完美的记号 第二图数学第一 逛派克市场 今天天气终于好了 不下雨了 我们现在在华盛顿大学的校园里 环境真的挺好 这边最出名的 其实是4月份的樱花生开 很多人过来看樱花 说到樱花 其实我立马就想起了五大 我们还没有去五大看过樱花 每年樱花季好像都错过 只有我自己也去过一次京都 因为清明节每次都错过樱花季呢 很 很 很害怕 谁叫不回去拜山 生意就不会好 所以好像今年没去拜山 无论你是麻瓜还是巫师 华盛顿大学的苏加哥图书馆 都是值得朝圣的地方 这个图书馆里面都好漂亮 进来就觉得像在拍电影 是啊 别人的学校左上好看一点 闻着味道就是学校的味道 据说这里是霍格沃兹母法学院的原型之一 65英寸高的天花板下方 是一排排装有黄铜灯的项目学习桌 自然光透过彩色玻璃窗漫射进来 有一种置身于文法学院的恍惚感 这里真的有一股书卷的气息 跟我上学的时候 学校的味道是一样 闻到这个味道我觉得我又聪明 西雅图俗世之二 漫步华盛顿大学 夏天就是天堂 这句话从我们的朋友 Andre Cole第一次说出来的时候 我不免得觉得有些夸张 但经历了最近一周的阴雨 终于迎来了阳光的那一刻 我发现晴天的西雅图真的不一样 如果天气情好 在市区的公路上 就能看到华盛顿的神山Monte Rainier 如果让我一句话来形容西雅图的话 那一定是抬头就能看到雪山的 今天我们赶来就是为了这个 哇 你们能看到后面的 啥 啥情况 你们能看到后面的Rainier吗 给你们看 哇 太美了吧 Monte Rainier是一座火火山 据说它是很危险的一座火山 它被列在了十年火山列表之中 真的长得很漂亮 而且包括华盛顿州的车牌上 默认的背景也是这座火火山 这边我们还能买到Rainier啤酒 以及西雅图最著名的櫻桃品种之一 Rainier Cherries 都是以这个山的名称来命运的 其实在西雅图天气情好的时候 你在那些高速上就能直接看到Rainier 就我刚来到西雅图的时候 朋友看在高速上我们去超市买东西 我就看到Rainier 我就觉得哇 竟然抬头就能看到雪山 这个公园我觉得是能看到Rainier 又不去Rainier公园的最好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非常开阔 下面就是一个湖 你可以看到一个好大的Rainier雪山 就在你面前 西雅图属世之三和Rainier合影 如果说Rainier雪山是西雅图的自然地标 那太空针就是这里不得不提的城市名片 别看它现在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当时可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它新建于1961年 是为了第二年在西雅图举办的石博会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建筑物 出现在61年前的人们眼里 用现在的话来说 应该是非常赛博朋克 在美国60年代在做这个Space race 我们大家都想去上太空 所以呢这个应该就是在那个年代下面 感染的一个太空主体的一个建筑 我们现在等电梯一会儿我们就要上塔了 太空针的顶层做了新的装修 不论是在外部还是在室内都变得更酷了 看到了7都是我们转动的齿的 西雅图属世之似 一起登山太空针 隔壁的玻璃艺术馆也值得一看 用色彩亮丝的玻璃构成的巨大雕塑 配合着光影 就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 突然发觉外国人爱吹玻璃 和我们爱搞陶瓷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烧着沙子我们烧着塔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琉璃花园的设计 有一种未来的梦幻感 傍晚时分来到Carrie Park的观景台 太空针跟Mont Rainier同时出现 西雅图的自然与人文就这样相遇了 在夕阳下构成了属于这里足有的浪漫感 西雅图俗世之舞 一起开日落 这次很高兴和你一起感受西雅图 我是一边旅行一边用未来感受世界的皮皮林 我们下个旅程见